夜叉格斗是韩国地下民间格斗赛 也是兄弟们最喜欢看的格斗赛之一 今天我们带来一场欧洲的地下民间格斗赛 喜欢看精彩的格斗视频 记得先点关注再点赞 别忘了给老北一个小红花和投币支持 老北在这里抱全感谢 这个比赛是来自欧洲荷兰的一个民间比赛 虽然说它的组织并不大 但是打得非常精彩 下面的时间跟随老北的解说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场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个子高一点的这哥们叫埃法克 今年24岁身高191 体重是86公斤 个子矮一点的这个辫子 哇这个踢到当了啊好重 个子矮一点的这个辫子哥啊 叫罗伊啊 今年34岁身高179 体重是84公斤 两人的身高其实差距比较大啊 体重差距不大 好比赛继续 好埃法克的扫踢 罗伊很明显啊 叫近身拼拳啊 两人这样孤头 哇罗伊连续的砸拳 埃法克反击 漂亮 罗伊被打退 我们再看一下慢镜头 罗伊的这个组合啊 这个孤的头打啊 非常的重 等一下 把这个埃法克给打毛了 你看 左右的轮摆打中 哇 顶歇 没有顶中啊 两人换拳 哇 大家知道啊 这个带着分指拳呢 其实比裸拳的伤害更大 他的发力更加充分 呃 比赛是三回合 然后每回合是两分钟 他们是没有 你看都是在这个地面打的啊 没有笼子 画了一圈就成笼子了 画地为牢啊 还有一分钟时间 哇 后手打中 这个埃法克虽然说 这个拳法打得好像不是很标准 但是这个手长啊 身高190啊 我估计这个臂展有两米左右了 哇 伦北 不给你打技术打命啊 回开 哇 埃法克 你看 其实埃法克的这个臂展 可以多打四拳 我感觉啊 啊 罗伊的这个鼻子被打破了 已经 扫踢 后手 埃法克的技术啊 其实 我觉得比较糙啊 这个拳法很糙 啊 罗伊好不打去 不想轮白 罗伊感觉有点力不从心啊 他这个体能好像下场比较多 扫 扫踢 扫踢 好 第一会儿时间到 我们看一下曼琴的回放 啊 就是这个连续的这个 孤头的这个摆拳啊 打中 埃法克 反击 你看 这个 币展长就是好啊 这下没顶重 打的还是比较精彩的啊 虽然说技术含量可能没有那么高对吧 但是打起来还是非常的凶狠啊 你看这一拳这么长 这么长的手臂是吧 币展带来的优势啊 好 第二回合 你再开始 扫踢 哇 连续的这个轮白啊 埃法克的轮白真的是 又快又长 哇 这下涨到地下 这下很痛啊 这个地面是硬质的啊 虽然说是离土 但是还是有点硬质的啊 呃 因为他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规则是没有地面的啊 就是为了提提高这个观赏性啊 大家应该要理解啊 并不是说地面就一定多么的精彩 对吧 有的人喜欢看 有的人不喜欢看 那么站立护轮 可能是大家更加喜欢看的 哦 这个时候的这个罗伊啊 刚才被摔了一下 有点难受啊 他休息了一下 然后比赛继续 这个第二回合开始掐表了啊 还有一分四个三秒 扫踢 哇 这还很重 直接把罗伊给扫倒了 这一下 有效 继续 哇 罗伊上 上去几个杂群啊 埃法克凶狠 啊 罗伊顶歇 这下顶中了 推开 两个人有点火药味了啊 现在啊 罗伊往前顶 前顶打中 哇 再一个板轻打中 哇 刚才这个前手板车一个多打一打啊 埃法克的这个拳真的是 特别的长 这个臂展 再来一下 你看 我感觉现在的罗伊有点躲不掉 他的这个埃法克的这个前次了 埃法克如果说连续一直用这个前次是非常有效的 好 罗伊现在开始往前进 往前进 打到这个圈外 打圈外就等于说是要战情比赛了 啊 这个时候的罗伊脸上已经被打的乱七八糟了啊 好 比赛继续 还有45秒钟 前脸打中 罗伊一个扫踢啊 差点又挂到当了 前天打中啊 这个时候的罗伊 你看反应速度啊 都已经下降很多 体能下降很多 啊 因为他的他的这个年龄是34岁 比埃法克整整大了10岁啊 然后这个身高也不占优 体重也不占优啊 所以说 这个身体素质还是埃法克更加占优 优势特别明显啊 扫踢 下个扫踢 啊 两个体能都有所下降 好 第二回时间到 我们看一下慢镜头回放 第二回打的很精彩啊 相对来说是爱法克的这个进宗更加有效 你看这个连续的这个顶锡 还这里给他憋了一下 这样摔下去很痛啊 哇 这个摔下去 这个地面是硬直的 不像八角龙里面是软的啊 这个摔一下是真的是五脏六腑都要震动一下的 好第三回合 最后一回合比赛开始 哇 这个爱法克的前点后直啊左右摆拳你看 看似杂乱无常实际上就是很乱 但是有效啊 哇 罗伊被打的已经是 满脸 脸上已经花掉了啊 爱法克真的很凶猛 我一抱架往前顶 其实现在有点害怕对对手的这个前次了啊 扫梯 吃大力尘 再来一下 这个是罗伊非常的被动啊 哇 把这个鼻子流血会影响呼吸 那他的体能会下降更快 扫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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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现在没什么动作啊 从刚开始的快级做 现在一下子卖下来了 准备两个体能都是相当的非常的多啊 然后爱法克打的也比较保守了 现在啊 还有30秒钟 啊 前前后直 爱法克的大摆拳 我的天 继续 非常的重啊 打中 哇 这一摆拳打中 罗伊的抵不住了 罗伊抱头防守 没有还手之力 才被政治比赛 我的天 最后的两秒钟啊 兄弟们 最后 第三回的最后两秒钟 罗伊被爱法克TKO了 这如果说 如果说再来点时间的话 这个就比赛打满了啊 最后两秒钟 哇 非常精彩啊 我们看一下整场的慢进度 整场的精彩会爆 刚才一个顶锡啊 应该是没有顶中头顶中的话 这个爱法克也 很难受啊 好 那么好 最终啊 我们要东西爱法克赢下了这场地下全赛的胜利 虽然说比赛的过程中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这个动作也不是特别的标准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啊 这个比赛还是比较激烈的啊 爱生活看格斗中也是小北格的频道 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还有还是点赞观众吗 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coronel 看下期再见 找个个字幕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